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貨幣金融科技 這一期呢 我們來聊聊加密貨幣NFT 還有我對於現在這個NFT市場的一些看法 那當然我們先打開這個OpenSea.io 我們可以看到有各種 就是五花八門的這種NFT 那很多的朋友其實也是因為他非常有意思 那非常好跟藝術家或者是一些歌手 比如說我們最近可以看到像周杰倫啊 像是這些我們看到小豬啊 或者是這些藝人啊 他們本身也有在發這些NFT 包括這些潮人啊 或者一些網紅 他們也會跟著去發些NFT 那對於收藏NFT的人來說 為什麼要去收藏它 那無非也是因為潛在的你可以賺到一些錢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實際上這個NFT市場 現在來說是非常缺乏任何的監管約束的 因為大部分人其實是抱著一種支持大V 或者是支持這些KOL的一個心態 然後去買這些collectibles 但是問題在於 但問題在於 可能會有一些像之前發生的年輕易事件 或者是這種 有一些人在圈前 在發NFT的時候 有許諾 並且去 比如說對一些NFT的 幣付一些能啊 或者是之類的 但是到最後 如果你購買這些NFT 但你卻得不到這些負能 或得不到這些權益 那這個時候你要找誰 那但是現在在立法上面 NFT對於NFT並沒有明確的管束 所以現在的NFT市場非常像之前 幣圈當時 Crypto圈當時剛開始做ICO的時候 就是大家如果對加密貨幣有所瞭解的話 就知道ICO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一個類似IPO 當一個公司要上市的時候 他會走一個IPO的流程 當一個加密貨幣發出來的時候 會走一個ICO的流程 叫Initial Coin Offering 但其實本質上來說 其實很多人覺得說 好像發一個幣很難 很可怕很難 非常有技術含量 或者是說你看到他的白皮書 寫了很多的一些Number Jumbo 你覺得說他好像很厲害 很很唬人 事實上有很多的 現在很多的鏈上面 都可以去做一個所謂的叫 一鍵發幣的功能 那就是你可以 你自己可以去寫 比如說你想發一個叫 草你媽那個幣 草你媽那個幣 對不對 類似這種 或者是說S幣 或者類似這種幣 說各種的幣 那你可能就在白皮書裡面去吹 所以說這個幣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銜接全人類 它可以抗擊金本位 它可以顛覆美聯儲的霸權 它可以顛覆世界的銀行系統 實際上你可能寫滿了幾頁的A市值 你自己也可能不太相信 反正只要去購買這個 你發的這個幣的人 他相信就好了 那於是乎 大部分的這個Coin 最終變成一個資金盤 只有少數的 像Monero 或者像是這種 ETH或是BTC 成為一些留下來的主流的一些Coin 它真正有一些交易的價值的 但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 因為這個東西 做這個東西 發NFT的門檻也非常的低 所以任何人只要有一個Photoshop 你只要會有一些ArtSense的人 都可以去做 就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說限量的 或者是熊 或者是各種動物的 你可以上來這邊去做各種Bit 去各種收藏等等 但是這因為它門檻低 所以說怎麼講 它的泡沫性質也很高 那現在這些NFT 往往會有一些比較良心的NFT 它的銷售的價格 還是維持在一個比較良心的水平 但是大部分有一些所謂的 這些限量版本的 就是瘋潮的NFT 個人覺得說 這大部分是資金盤的一部分 因為現在的很多做B圈生態的公司 或NFT的公司 事實上就是在趁著立法 還沒有完全規範之前 開始在做一些所謂的生態鏈 具體的操作就是 先發一鍵發幣 發了幣出來之後 就開始創造一些NFT的形象 然後創造一個社區 可能它發一個Twitter 或者是用Decard 或者是用類似這種社團 那或者是用這些 那或者是用這些 這些Telecom這樣子的這種 加密的聊天工具 開始建立一個群組 然後把這些對這個生態有興趣的粉絲把它圈進來 然後開始呢 主力也就是莊家 就要不斷的去買入這些貨幣 然後來讓這些貨幣有一定的炒作價值 來把這個盤子越放越大 那所以這中間還是要有一些資金的介入 好那它最終變成一個資金盤之後 然後主力就會趁著 大家都想要狂熱去購買它的時候 趕緊出一大批貨 把價格砸下去 那可想而知啊 就好像連千億發了這個NFT 沒有多久之後 這NFT就往上下架也是一樣的 因為你如果今天是在上市公司 或者是公開的交易市場 你想要去發行一個上市股票 然後圈錢走人的話 這個問題是相當大的 但是如果你在NFT市場 你這樣子捲錢跑路的話 那警察第一個沒有辦法為難你 因為這屬於你去罵說他詐騙 但是問題是他有沒有交付給你NFT 他的確交付了 那你去法院起訴他 但是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去證明他很多的東西 就是從這個形式上面去推斷 他是一個詐騙的意圖 但是這個過程中 你立法的話 又很難對NFT這種 它到底算金融工具 還是算一個股票 還是算任何一種有價證券 說句實話 NFT的本質只是一張JPG 或者只是一張這種 也帶有任何加密格式的一種 一種媒體媒介而已 那當然他有沒有好處 NFT當然有他的好處 也有他的潛力 因為這意味著很多的藝術 未來能夠通過這種方式 販售自己的collections 他可以販售自己的產品 也可以販售自己的CD等等 這種不同的outwork 導演也可以把自己所拍攝的作品 變成NFT 或者是這種形式 然後來去募集到自己想要的自己 但是當然這NFT也會變成一種 雙刃劍 就是有一些這種 有網絡影響力的一些大幣 或者是這種 Key Opinion Leader 拿去來做圈錢的工具 那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人現在都在這麼幹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NFT 大家很多人想要了解 但是對他又並沒有完全的 一個熟悉的情況下 容易被去洗腦說什麼叫做NFT 但是對於NFT又沒有一個系統全方位的認識 就好像當初很多人剛剛開始聽說比特幣一樣 那很多人一聽到比特幣就馬上直覺就聯想說 我們可以幹翻銀行 幹翻美聯儲 幹翻聯儲局 打敗深層政府 打敗銀子銀行 打敗這個世界上的統治者 當然這是一個美好的向往跟願望 但是說句實話你現在真的弄不死他們 這是一個實在的一句話 因為現在的金融系統是發費大量的資源跟系統形成的 它不是一夕之間就可以把它顛覆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實也並不是所謂的比特幣的信徒 或者是說他們只是純粹的投機者而已 大部分的人衝進去 也不是因為比特幣能夠去隔壁對面早餐店或是麥當勞買幾個漢堡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是因為覺得買了它可以賺錢 買了它可以賺錢 所以大部分的人加入這個所謂的Crypto 所謂的加密貨幣 事實上只是投機者而已 那有一部分投機者把自己喬裝成自己像信徒一樣 那也有一部分人真正真正有賺到錢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 我知道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很早期就開始進去了 但他們其實只是說偶爾缺錢之後可能會賣掉一兩個 但是大部分的人來說 就我所知他們還是繼續拿著這個比特幣 即便在現在比特幣的價格有所回落的情況下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奉勸一些朋友 一定要理解什麼叫NFT的本質 它其實是一個載體 它是一種新的形式 一種基於以太坊上面的一種智能合約 你可以通過它去交一些Token 你可以通過它去交易一些不同的 比如說JPG 不同的格式的一些藝術品 然後能夠通過這樣子來去對應 等於是一個支付功能綁定在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你藝術家也能獲得到收益 所以NFT它的功能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它缺乏約束 所以現在來說可以操作它的空間相當巨大 所以當各位投資NFT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謹慎跟小心 我的建議會是去挑選一些比較主流的NFT 挑選一些比較主流的一些比較有知名度的NFT 而不是去亂去尋找這種沒有什麼太多影響你的NFT 但是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甄別 我必須說現在NFT的市場還屬於很早期 所以是非常混沌的 有機遇的同時當然也有危機 那這期視頻先到這邊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並且留下你的留言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